接下来请收看时矿转播 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枯鲁面肠 这个关人家说什么做枯鲁肉什么 其实我们做的也可以做枯鲁面肠 其实吃起来比枯鲁肉更好吃 所以我来教你们怎么买枯鲁面肠的材料 这种我想大家都清楚在这里 你看看有大包的 有大条的 有小条 这都是面类瓶的 不是人工加工瓶的 你要记得面肠有很多种 面肠有很多种你看看这种 它是整包一包卖几斤 我们不要买那么多 比如说我们用这种的 这种的你要选择面肠怎么选择呢 你拿起来的时候稍微等一下按一下看看 有弹性你看有没有弹起来 弹起来 这样子的话这个就表示 有弹性的面肠会很好吃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这包 有的时候你把它压下去就扁了 就脏不起来没有弹性 所以这种做的比较好吃 好 我们选择这个来回家做哭鲁面肠 你吃吃看你就知道是不是很好吃 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菜市场 我们今天以菇为准这一道菜 我们就要以菇类 因为来介绍台湾的很多的菇 来 我问一下 这叫什么菇 美白菇对不对 美白菇 美白菇又叫白精灵 这个怎么卖 怎么卖 三十五块 好 三十五块好 好 来买一包 那这个是红旗菇 这红旗菇 哇 长得真美 很漂亮 跟你一样 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做的 来 台湾开的 现在都台湾做的 在平东 在平东做的 我们台湾有够够够的 有够够 好 来 那个 其中什么菇 美白菇 还有一个珊瑚菇 珊瑚菇在这里 珊瑚菇 你看 很像珊瑚 真的很美 好 这个是茶树菇 柳松菇 也叫柳松菇 对不对 好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认识 这个什么 这个菜的内容 这个叫羊菇 我们说最良 对不对 我这好吃 又饮用 好 那 我看看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莲子 来 莲子 来 拿一包莲子 这莲子 没有很白 就是没有处理过 都没有漂白过 所以说要买莲子 虽然我们这些菜里面没有莲子 但是你也可以放莲子 这个莲子你看看 看起来黄黄的 好像卖相不好 其实吃这种的莲子是最好的 这个是额外的介绍给大家认识 好 我们就买这些 好 等一下再继续往外走 来 我们来到这个菜摊 这边的东西都非常的精致 也非常的好 你看它的芦笋就种类很多 这边也有 你看这边的芦笋很大支 这个芦笋有大支有小支有中支的 那我们要做芦笋百合的话 我们是选择不要太大支的 这个属于中的就好了 中 不是最小的 这个就好了 那这个是百合 这个是百合 你一打开的话 它整个百合的叶子通通散开了 那这边还有新鲜的百合 来这里看看 来 这里新鲜的百合 老闆 这柠檬里来的 老闆 这百合的柠檬里来的 这日本的嘛 这个是日本的 这个是日本的百合 这是新鲜的 但是这新鲜的厚度比较好 这较厚 这一片一片很厚的 这较厚 这较薄 所以你若不能 来到的 你若不能煮的人要买薄的 那如果可以煮的人要买薄的 买薄的 买薄的 买薄就差不多了 买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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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这种的 这种百合 就是比较薄一薄的叶子 因为这个芦笋本身就不是很大支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芦笋 是中小一点点的芦笋 不是最小的 最小的是上面有花 那不对这个是没有 上面没有很多长花出来的 这叫芦笋小芦笋 中小芦笋 这个界线大概是这样子 你其实大小都可以的 只是说我们这次要做 刚刚做起来 颜色会很美 芦笋百合 就这些 请大家注意 好做又好吃 营养又非常的好 请大家看清楚 好可以来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到了 做素食的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里 非常优质非常优质的学生 好 麗品师姐 你今天要做的是 骷髅面肠 你看一样面肠是很简单的东西 他可以做的有多好 来 我们请麗品师姐来吃 我们这个 骷髅面肠呢 只有材料非常的简单 只有面肠 姜末 还有芝麻 还有这个叫做 冰糖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好 我们请麗品师姐来 一方面来试验 这个面肠有很多种 你看面肠一定濕 一定不要用切的 因为切的话痕迹 没有痕迹 不会入味 所以他我就 已经弄好一些了 就让他示范 用濕的 濕的他有缝隙 所以腌的时候容易入味 所以留一条 他来试验一下 这就濕的 那这个面肠挑选的时候 一定要 记得我们上次讲过 一定要有弹性的 弹性切 把它摸摸看有弹性的 那比较有的摸起来很硬 那种就不好吃 他已经先是OK了 好 现在在腌料 面肠也很简单 就加一点高汤 加一点素蚝油 这样腌料就可以了 那一定要先炸过 因为炸过让他入味 能够粘在那个面肠里面 那再来烧就可以了 好 请麗品师姐 这样示范一下 大家知道就好了 来 来这边 好 麗品师姐 过来这边就可以了 好 那个生就是炸一下 炸过就变成这样子了 炸过就变成这样子 那你这样 那等一下 这边你赶快可以起油锅了 好 那炸过的面肠就是看起来 比较不好看 好 那我们再经过他煮的话 你看他现在要开始煮了 好 就这么简单 你看看 爆香了 那个姜末以后 就把面肠倒下去 非常的简单 好 倒下去 好 没关系 好 再加一点水 好 加一点水 好 加一点水 加一点树蚝油 拌一拌 给它入味 大概焖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好 趕快炒一炒 然后 趕快炒一炒 让入味一样加冰糖 好 冰糖不要太多 看看自己的口味 喜欢甜一点就加多一点 那 万一呢 不想吃那么甜的 就加少一点 所以我们一向教学呢 都是想说 不要按照 还是一样的 不要按照 几汤匙 几表 或是说多少 这样常常会 不适合每一个家庭的使用 量的多少 所以还是自己去试 这样最好 这样 你看 这样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一道 这个库鲁面糖 差不多了 OK 我们其实我们什么料 都没有什么加 所以我们是非常原味的 要么顶多是加一点点素沙糖 那要加不加 也看看你自己去衡量 要不要加 要吃原味 其实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来 好 我们就把它倒在这里 好 这样已经完成了 很快吧 把它拿个夹子来弄一点点 加一点点 芝麻 这样 这道菜就已经大功告成 这个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好了 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了 好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枯鲁面肠 大家会做吧 咯鲁面肠 咯鲁面肠 水 배鲁面肠 鲁面肠 还会有 冰糖煮至粘稠 放入面肠拌炒盛出 最后撒上白芝麻即可 互杂简单化 好做营养家 我们现在马上要来做这道菜 非常的营养又有特色 你看看我们这道菜 也是由我们丽萍师姐来示范 你看看这个 这道菜叫做什么 百菇这一页 百菇其实我们是一个象征性 不是说很 就意思就很多菇 你也可以不用这些菇 你选择你爱吃的菇都可以 因为素食来讲 菇是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这么多菇 有杏巴菇有珊瑚菇 有美白菇也就是白精灵 还有咸菜 红椒 黄椒 这个芹菜 为什么呢 这个这样子的话 这些菇来讲 因为为什么说百菇真业 我们要把它的颜色做出来 其实你一种菇炒一炒也很好吃 但因为我们要把颜色跟营养都均衡 所以我们把它放了很多种菇 你可以挑选你自己喜欢的菇 菇现在实在台湾的种类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呢 这些菇呢 记得通通把它切丝 切丝 那记得一定要放一点芹菜 我们请丽萍师姐来开始 示范一下 因为芹菜的话 加在菇是非常合 这个合味的一个菜 还有这个咸菜 我们把这个咸菜切得很薄很薄的片 切成丝 什么都把它切成丝 大家记得煮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咸菜 要先稍微 泡水一下一下 不要泡太久 味道就没有了 泡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我们示范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 请丽萍师姐 我们这边已经有一盘切好的 大家知道 什么东西都把它切成丝 请丽萍师姐示范 来 你看 放油 记得咸菜一定要 第一个我们先姜 姜末去爆香以后 就把它放 放 那个咸菜心 这个咸菜放下来 让它煮 煮一点味道出来 来 请丽萍师姐 来 好 看好 看好 这样 照着它的步骤做一定很好吃又 很简单 咸菜 那个 再来就是 放咸菜 来我帮你忙 来 好再咸菜放下去 记得咸菜放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放一点水 就让它味道能够跑出来 你炒菇 其他菇放下去的时候味道才会好出 好 好 好 炒一下就可以了 好再来放水 好 放水 好可以多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么多 这样可能还太少一点点 然后我们这么多菇 这个炒好的时候 那个咸菜有味道出来的时候 再来 好我们要放这个 白金凝菇跟这个杏巴菇 因为这个菇都有一点味道 所以要先下锅炒一下 好你看就这么简单的吧 好这个 因为这种白金凝菇的话很长 所以你可以 切成短一点 我们都把它切成丝 切成短一点 好那就可以了 OK 先炒一下 这很简单的炒法 好炒起来又 不要放太多油 不会油腻 再来放这个 好这个叫做 红椒 红椒最后放 好这个珊瑚菇 好珊瑚菇 芹菜跟红椒黄椒都是最后才放 因为这个很容易就煮熟了 有的生的也是可以吃 所以 我们整个这些菇都熟了 加调味好了 好差不多了可以 这个非常的快就熟了 菇类都很容易熟 好加一点盐 盐 加一点盐 OK了 那你要不要加高汤就随你的意思 其实菇本身就很甜了 你要不要加高汤加什么都随便你 好这些都可以放了 红椒黄椒 红椒黄椒太快晃的话 颜色会不会出来 煮的烂也不漂亮 所以呢 你看 好这样差不多了可以了 撒上一点香油 你看看多快 好一点香油 好 好这样就OK了可以起锅了 好 都放这里好了 太重了 好起锅 好起锅 好就完成了一盘 非常好的 非常美丽又好吃又营养的 百菇蒸燕 这一盘 可以 这盘已经完成了 我们放这里 请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很方便吧 做一道菜只要三分钟就OK了 所以请大家 努力来学习 你一定会是你家的益厨 没有问题 就是 白菇蒸燕 材料 珊瑚菇 杏鮑菇 美白菇 红喜菇 红黄椒丝 酸菜丝 芹菜 姜丝 调味料有 盐 橄榄油 香油 做法一 起油锅放入姜丝及酸菜丝炒香 再放入所有的材料炒软 加调味料即可使用 现在做的这道菜叫芦笋百合 我们还是请丽萍师姐来示范 我们芦笋百合里面有香菇 一定要生香菇 不是干香菇 还有芦笋 芦笋不要挑太大颗的 也不要挑太小只的 这样中等的 还有白果 白果 通常这个白果我们是已经处理好的 所以比较方便 还有枸杞 就是这些炒在一起就非常的营养又好吃 好 我们现在来请丽萍师姐来示范一下 这道菜这个芦笋我们都把它切一段一段的 切一段一段的 其实你要切大段小段都可以看你自己 这个切好的时候再来还有一堆香菇 那其他就不用切了因为其他都是 它现成就是这样子的 可以 好再来 我们请丽品师姐示范 来汆烫芦笋 我们做个动作因为有一些汆烫好了 汆烫芦笋 还有汆烫的时候 这个白果也要同时放下去 因为白果有时候会有一点苦苦的 所以我们这个白果 我们同时再把它汆烫一遍 比较不会苦苦的 再来放百合 枸杞就直接洗一下就好了 不要泡水泡很久 因为泡很久的话枸杞会 味道都跑到那个汤里面去了 这个枸杞变成会烂烂的不好看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 请丽品师姐可以把它捞起来 跟刚刚汆烫好的那些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放在一起 放在那个盘子上面 这道菜呢 其实不管是大人小孩或是老人家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颜色也会非常的漂亮 这个香菇我们不要挑很大或很小的 这个刚刚有整颗大家看过了 这个香菇是非常优质的 那挑香菇也有一个秘诀 挑那种好像帽子一样 这个香菇的圆 那个旁边的圆有一点这样凹凹的 这种香菇是刚好最适中的香菇 因为太大的话 整个这个香菇的后旁边的圆子 这样子的话就不好 因为我今天没有那种来让大家看 自己的香菇的那个叶子 就是旁边要找有一点这样像帽子的帽圆 一定要这样凹凹的 那种香菇是最好 好 我们丽皮师姐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这道菜从头到尾 可能也差不多三分钟就OK了 可以了 好 依照顺序 它香菇没有汆烫过 所以香菇先放下去 好 炒一下 好 可以 好 加一点点水 好 OK 好 再将我们来 刚刚的那些东西都把它放下去 炉笋摆合 因为我汆烫过下去 只是拌一下就OK了 好 马上就可以加调味料了 快吧 好 而且大家看过以后我想 嗯 做菜原来这么简单 我们让他 你看看 他原来是素人 在家里大家看到他 他叫他煮饭他就麻烦就环绕的人 他现在很有信心 他说我一定有信心 因为我们教学跟一般的不一样 绝对不会叫你说 什么要几时几朴这吧 他完全我们是教创意 让大家有那种爆发力的去创造 使你各种菜 像譬如这样子来讲 你也可以研发出你的很多东西 你可以加你喜欢的东西 也不一定说一定照我的组合 像譬如香菇 它有很多种 也可以用其他的菇 对不对 所以各种的都可以 你看看已经这道完成了 香油加一滴滴 有没有加了 已经加了 好 放在这里 你看这道菜就大功告成 切菜不算 大概三分钟这道菜就煮好了 大家都会吧 我想只要你用心的看 我想真的你会素人变达人 你家的达人绝对没问题 看看 筷子拿筷子整理一下 好这道菜已经好了 你看 好这道菜有一点 有一滴滴水 一滴水 炒菜的话 一定要放水 不可以水太少的话 他会觉得干涩干涩的 有一点点水水的 这样就这盘菜就完成了 非常的好 大家没问题吧 vasas k 飚 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培养对众生的同理心 一切众生都如同我们的母亲 因此我们当意念他们的恩德 升起大慈大悲心 进而发起一份舒胜的利他心 坚定地将引导一切众生 得到安乐视为自己的责任 很多的素食宝宝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如何让宝宝吃素却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呢? 宠爱素宝宝要注意四大营养 蛋白质 成长的基础营养素 可以从豆制品、蔬菜、淀粉类来补充 维生素B12 造血的营养素 从海草、禁锢类中来补充 钙质 提供骨骼发育的重要条件 利用含有强化维生素A、D的豆奶或奶制品 铁质 显易地组成分子 利用甘蔗、胡桃、南瓜、黑芝麻、红枣等食物来摄取铁质 素食宝宝也可以很健康 只要多加柳翼饮食均衡 丰富多元的搭配 也可以让宝贝跟你一起素食新生活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